5月28日,日本南童野刚大河因为淘气,被父母赶下车作为惩罚后,竟在北海道的树林里失踪,畅达6天。 官方动员200多位救难人员和自卫队员入山搜救南童下落,后来南童在一处荒废的基地被找到,奇迹寺没有大碍。 在北海道山林里独自生活6天,7岁南童野刚大河很机灵,找到一处荒废的基地避风遮雨,靠着喝自来水活下来。 他被找到并送往医院后,被诊断有缺水和营养不良的情形。 南童今天出院后表示自己没有问题,很期待可以回去学校参加体育课。 南童的父母不会面临刑事责任,但当地韩管市府孩童福利部门要指控南童的父母疑似涉及精神虐待儿童。 U10 进行 X 20 20